中華民國國民黨的黨旗是不是十二星盲在這邊 國旗是不是在這邊 所以注定 就台灣 如果黨災沒有進步 在天象上面 天機 最多只能控制大陸這一塊 講完了 再講下去 我會有事情 我們再跟諸位介紹一個 韓國國旗是不是這樣子 先生小姐 我們有八個掛 你只能四個掛 少掉一半了 少掉一半嘛 講完了 像就出現了 一句講完他的歷史了 一句話也講完了 韓國的國旗是這樣子 日本的國旗呢 日曆中天 我告訴你 全世界有原子大 只有他被丟了兩個 現在最強的就是他 像就很好嗎 講完了 好 再看下面 前嫌思習意 你看 而只傳其言 只有異經的言語 文詞在那邊 沒有他的意義 後學勇讀者都沒有忘了去體會 從清朝以後 就真正的精神就失傳了 前面有江太公 諸葛亮 李存豐 劉伯溫 這種都屬於明朝的時候 唐朝的李存豐 漢朝末年 諸葛亮大家就知道 到了宋朝的時候 邵康傑 邵康傑也是個藝學大師 但是邵康傑比較注重在術上面做 所以外面的鐵短神術 實際上是根據邵康傑來的 那後面還有逸臣 北宋的時候有五指 陳寅 陳夷 陳昊這個人還有陳夷 陳夷呢 你看 獨裔的 他演繹 他寫了一個逸臣傳 這些呢 我上面介紹的都是寫得很好的 其他的著作都是在詞上面解釋 所以如果讀到外面很多著作 都在詞上面做修飾 做解釋而已 實際上沒有真正的神 好 那中間有講到前有天官 我們在周公在定官制的時候 就設立一個天官 那後來就沒有天官了 周人知道什麼叫天官 天官是最倒楣的人去當天官 周公定官制的第一個就是天官 你知道什麼叫天官 這個人呢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中知醫學人士 好 皇帝生病的時候替皇帝看病 皇帝睡覺的時候在那邊是他的護衛功夫很好 然後這個人必須要沒有親人的六親的依靠 也必須要沒有結婚 沒有孩子 為什麼 因為你有念 這樣子皇帝才完全實現實在相信你 那你有一天 當祖子發現不相信你的時候 天官就已經視線去察覺了 就走人了 所以這個天官平常是坐在皇帝旁邊 皇帝後面 正面人看不到 皇帝在用個大將軍的時候派人做諸侯 任他做大將軍的時候 天官在後面看 哪一個人可以 天官學的就是看到外面知道裡面藏什麼 這個人有反骨 一看就知道還有反骨要背叛你 你不能用它 將來會引起反政之亂 視線都知道了 舉例啊 唐太宗旁邊的天官叫李淳豐 還有袁天剛 我為什麼沒有提袁天剛 因為袁天剛比李淳豐差了一點 可是我們這個行業差一點 差一百年也補回來 就差了一點功夫啊 這個唐太宗當初在招宮女的時候 李淳豐一點就看到這個武則天 他跟皇帝講 這個女孩子要殺頭 不然會串你李家的王朝 天官講話講一次 你任命的天官你又不聽 所以來問我我就要告訴你 講了你本來我都知道我告訴你了 唐太宗說 開玩笑這個女孩子十三歲 那麼漂亮那麼可愛 不可能嘛 可是天官一說的話我一不那麼聽 我是天子啊 天官啊 好吧好吧 那把它放除掉好了 不要殺了太可憐 那麼休息的女孩子幹嘛 放置到武台山 後來還是回來 然後把她李家後來上去殺掉 天官的時候一看你就看到了 這就是天官 過去的天官 我們中國人五百年出個天官 歷史上到現在五百年出一個 那現在還沒有滿五百年 那我們這次叫做 想辦法看看中國的中間有沒有天官 好 所以這是假的 中國官自有 現在就沒有了 好 劉博文就是天官 好 要任命天官的時候一定要你來問我 我們才會開口 如果你是天官 所以天官要自然而退 當你發現你的祖子 不相信你 什麼時候發現他不相信你 就你講的話 你只要講一次的話他沒有聽 你馬上要散人 不然你要殺身之禍 好 好 這是不是很可憐 好 異中聖人有四道 以言者尚其詞 就用言語文字來表達 異經 以動者尚其變 看他的變化 好 諸葵慢慢都會學到 志氣者尚其像 好 這個普世者尚其瞻 我們這是外物 所以志氣 舉例給你聽 我拿個碗給你 這是志氣 各位看看碗的過程是怎麼 我們人類是不是先把碗做成 有一天使用破掉 然後再買個新碗 所以碗是先做成以後再破掉 它代表的意義就是先成後破 已經講完了 我們講異經就講疾風 這個疾風非常難介紹 疾風 你剛好來找我說 你看我合夥被賺錢 我再考慮一下 你手一動 旁邊杯子摔破了 會賺錢 先成後破 已經講完了 這就不需要撲掛了 周圍所有的事情 包括鳥飛過去 猴子在叫 我們孔雀在叫 為什麼講孔雀 我家這裡有孔雀 那後面那一叫一下 孔雀叫你們聽過沒 很可怕的 比鴨子叫還難聽 你看它長得很漂亮 那聲音很難聽的 所以女人啊 女人啊 身沙 聲音是沙啞的 鼓粗 面緊 女孩子聲音沙啞的 骨頭變得很粗壯 你如果繃得緊緊的 像皮 像鼓一樣拉得很緊的 孤單一世 所以你看女孩子覺得很漂亮 一講話聲音怎麼那麼粗啊 像孔雀一樣 你說你怎麼講話像孔雀 他還很高興 因為他沒有聽過 我常常被孔雀叫醒 因為我們這邊 有一個國華大師在這邊 他去養孔雀啊 外形很好看 講話聲音很難聽啊 好 所以你說你聽那個收音機裡面 那個廣播電視台小姐 波羅波羅的聲音 那聲音都很好聽 他找的聲音很好聽 你看到人的時候 你絕對不知道是他 對啊 你不相信啊 以後你去看看 所以電話裡面交朋友 最好不要亂交 一定會誤 好 一定會誤 齊天玉行 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從王之道 所以很多基 很多事情在發生之前呢 就有預兆 所以諸位常常會想 家裡面如果很多朋友 有嚴重事情發生以後 等到發生事情過 大家處理完 做他們聊天的時候去講到 發生之前會怎麼樣怎麼樣 看到怎麼樣的事情 好 這都是 一般人都是事後去討論 我要教諸位的這樣 事前就看到了 馬上就可以看到 好 後面就是 君子敬則以官相以物其詞 動則官變以玩其詞 上次我介紹過 好 現在的京師人 大多得其詞而未達其意 我們這個著作呢 以物相而達其意 好 這是我們這個著作 下面的著作的目的 那接下來介紹易經呢 我們要先了解易經的等元 最早的時候 是福西寺 各位都曉得福西嘛 這西寺很難寫 好 福西寺呢 它製的八卦出來 可是福西的卦 我們叫做先天卦 先天八卦 它把乾坤定位 對 乾在上 坤在下 乾對黎正迅坎跟坤 當時他致命八卦的時候 也是法向天在上面 地在下面 的確啊 天敵在上面 地在下面 沒錯啊 對不對 它就物相啊 自然皆這樣子 然後對是折 好 禮是火 正呢 是雷 好 性是風 坎是水 根是山 那這些怎麼來的 我待會兒介紹 好 待會兒介紹 我先講文王跟福西寺 當初福西寺的先天八卦是這樣子 可是呢 這個沒有辦法用 它沒有香生 你說為什麼沒辦法用 各位你看自然界 我們地下的水氣蒸發了以後 到天上變成魚 那你天在上面 地在下面兩個不交接 天地就不會生萬物啊 懂不懂我意思 後來 所以我們後面研究易經的時候 都知道 先天八卦呢 是為體 只是一個體而已 真正我們在用的時候 是後天卦 到了文王的時候 文王很聰明 後天八卦呢 為用 我們正在使用的時候 全部使用後天八卦 是從文王這裡來的 那文王那時候 幹西伯侯沒事嘛 每天出火很輕鬆啊 不像我們現在很累 好 那很輕鬆 每天在那看八卦 它重新布裂過 好 離卦在上面 坎卦在下面 坤卦在這邊 對卦在這邊 錢卦在這邊 根卦在這邊 正卦在這邊 同樣是 離為火 坤為地 對為澤 錢為天 坎為水 根為山 正為雷 性為風 諸位不用去擔心這個卦的名字 那個字叫什麼字沒有關係 要了解 它這個是代表自然界的風 它的動向是風 它的精神是風 什麼叫風 無孔不入嗎 好 坎是水 你不要去管那個坎 坎 我時候寫錯一下 無所謂啊 但是你要知道它水的性 水 為什麼擺下面 水性都向下 你有沒有看到水浮在這邊 沒有 水氣上去而已 水路在下面走 第一月低的時候 水走得月低 你人類都不願意去的地方 水通通去了 水的性 你要去了解它的性 後面會陸續介紹各個卦的時候 我還會再仔細詳細地跟諸位探討每個卦的卦翼 好 我們完全用像來看它 為什麼要這樣定義還有一個 東方的陣卦 遜卦 在中國 中國人講話呢 講這種天文地理的課號 大部分都是採用陰陽五行的學說 陰陽五行的學說 陰陽五行的學說呢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這是香生的 你說老師你怎麼記 很簡單嘛 木頭 把它拿起來 放火裡以後 木頭可以燃火啊 火生了以後 把木頭燒光了 變成灰了 變成土了 土裡面呢 所有的金屬都從土裡面生出來的 所有的金屬化分解出來以後 後面就生產的物質都是水 然後我們樹木要長得大 就加水下去就好了 就是香生的關係 這兩個是木 這是火 顧名思義是火 這兩個山 山和地呢 這兩個是土 所以木生火 火生土 土在生金 這兩個是金 這個是水 也是按照香生 你看啊 走的是香生的 香生的路子 這陰陽五行來解釋 八卦為什麼要講是布列 地理位置也可以解釋 中國大陸為什麼 我們這邊 為什麼我們在 掛上面的時候 把東擺在這邊來 西擺在這邊來 我們地圖上的時候 剛剛反過來 我的意思是告訴你 地圖和這個其實是一樣的 我站著寫東南西北 你看到我反過來寫 把北切上面 南切上面 你看不懂了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因為中國以前是坐北 超南 南面而亡 了解我意思是吧 所以地圖我們怎麼來把它反過來看 所以西偏西偏北 這陣子中國大陸 以地利位置來說 西北高原是全世界最高 最大的高原 那為什麼東方是正 太陽從東 正卦 太陽從東邊出來 東邊出來 這是出陽的地方 雷的位置 待會我用搖辯解釋給諸位看 用搖 易經 所以說它是按照我們整個地理位置 來解釋整個中國大陸的形形 來解釋整個地球代表到地球上 其實大陸上的深層 大像是這樣子 一個國家的像是這樣子 一個小地方的像是這樣子 一個人的像也是這樣子 雖然外面看起來不一樣 它的精神都是 裡面的實質內容都是一樣 所以一旦我們把後天八卦弄出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所有使用 後面批八字 包括四柱推秘 包括陽宅學 包括風水 全部是按照後天八卦來的 因為後天八卦才能用 才有關聯的 因為它有相生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天地定位 雷鋒相駁 這個易經在那邊講了很多詞 我們在這裡介紹易經 盡量不要用易經的原詞 我怕諸位讀詞了 就忘了味道 結果就跑到船上面了 到了船了 永遠看不到真理了 所以我們盡量不用詞 那過去還有一派說 哎呀 我們這個電腦 現在的電腦儲存呢 電腦的原理呢 都是根據易經來的 那你說 你證明給我看啊 全隊離陣迅坎根坤 這是我們掛的 排成一排的話 變成這樣子 易經呢 有所謂的搖 搖 搖變的時候 它從1 2 3 4 5 6 那這次我們分兩個 易經的所有每一個掛 掛 代表事情 我們看它的搖變的時候 搖變斷時啊 時機 這個時機在什麼時候 我一開始在第一堂課跟諸位講 時機很重要 過了它不會等你的 不會說我考慮看看 時機已經走了 我們看它的搖變是旺事 決定它的時機在什麼時候 那為什麼要設計這個搖 本身中國人寫 哎呀 這是陽 這兩橫就是陰 西洋人呢 男女人照鏡子 男人呢 設弓箭 這個比這個有學問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 等一下我們排在一起 排六 弓箭子出來出去 從心念就跑出來 那鏡子到時候打碎了怎麼辦 這都沒有學問 我們中國人 越簡單的符號越好 那後面介紹成掛的時候 就兩個掛配對在一起的時候 就真的開始成掛式了 現在是想獨立一個 獨立一個只有一二三 我們掛都是從下面開始往上算的 累積嘛 事情都是累積起來的 好 就從下面開始 搖從下面開始算 第一個搖 也叫做粗搖 那如果是單一的掛 就一個單一的掛 比如說錢 錢為天啊 天是純陽的 陽剛性的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子排列給你看 羊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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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看電腦上的位置 就一羊陰 一羊陰 一羊陰 一羊 然後呢 這第一個 好 一羊陰 一羊陰 然後第二個呢 二羊 二陰 二羊 二陰 然後第三個呢 四羊 四陰 兩點就是一個謠 兩點就是陰 這已經八塊出來啦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排練有目的了 有目的了 這位呢 這個我們在考大學年長的時候 這位記不記得 大學年長的開始教了 教育部門派人下來 我告訴你啊 這個我們的志願要怎麼填 這已經超過十一個口 一票口 還有電腦老師就講了 這位記得啊 第一個 如果你畫寫性的話 代表一喔 這是二 這個第三個就是四的喔 叫二進位 為什麼是四 如果你這樣表現的話 一就是這一的嘛 二的話是什麼 二啊 三呢 一二加起來不是三 四就在這邊了 那五的話是不是一加四是不是五 六的話是不是二跟六 七的話是不是一二三 有沒有 零 所以八個位數 好了 之後看 一 二四 如果一 在這邊 二是不是這個 一加二是不是三 四 一四是不是五啊 二四是不是六 一二三是不是七 二進位 二進位 電腦二進位 那你說老師我不喜歡這樣 我喜歡反過來看 反過來看也是一樣 你如果把它變成一個方方方 這是零 上面是一 二 陽是不是二 一二 一加二是不是三 我這樣講 看到沒有 然後 這是四 一加四是五 二加四是六 一二三 一二四不是七 陽看硬看都是一樣 所以一一星它如果把 我們現在我是平起來你看到 你把它擺成一個圓形的 就是循環不息了 好 如果沒有電腦二進位看也是一樣嗎 好 所以如果有我 有我來勸退 這個第一屆的國大代表 好 一句話就講完了 通通逃走了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是誰 陸昊通 他把國民黨黨籍是怎麼樣 化成四二星嘛 好 結果他一條命賠上去了 我們後面還想去辦法破壞掉 好 三十八是一個樹 民國三十八年大輪延是一個樹 以後有機會要跟周圍看 我們時間講 好 那周圍瞭解義軍呢 二級位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義軍最主要看它的謠辯 那 如果我們把謠辭 每個謠辯都寫下來 諸位 你會發現義軍很難 那我不過跟外面的老師一樣 好 我們在介紹掛的時候 我是會有六十四個圖給諸位 就是諸位今天拿到的講義 那個圖上面 我們從圖上面把整個義軍的原意 它的神的部位 領悟出來的部位寫在裡面 所以諸位不要看我給諸位那個講義那個圖 它那個圖不但可以用在占譜 普世啊 諸位呢 普世呢 補一件事情 所以普世有時機 諸位學了義軍以後 什麼事都要講實際的 什麼時候要用占譜要補事 叫做補以 決移 不移 合補 當你有疑慮的時候 再去補掛 你不移你不要隨便亂補啊 比如說我要到美國載台協會去簽證 這是個肯定的嘛 我要不要去簽證 你這種人太差太差了 我要去載台協會去簽證 這是肯定的 就不需要補了 但是如果你出門以後 我在家裡面看看 嗯 這小子會不會簽過 一補 三者損 損 損 損損呢 按照圖像上面解釋是 再告 再告集 就是第二次去才會成功啊 就第一次就不過了 第二次同樣是要去就過了 所以補事呢 是我們在 辦事情的時候用的 同時 周圍看到掛圖的時候 這個圖本身呢 我們可以用在人間 我們一個人應該有哪些修為 應該有哪些動作 然後不管是我們自己警惕自己 看周圍人 他在哪個掛上面 這個掛他會變身成哪個掛 當他走錯路的時候 我們知道 你這個掛你如果做下去的話 是這個掛 這個掛的結果是下面那個掛 怎麼樣怎麼樣 按照手錶這樣發聲順序下來 所以我們下面排的一項是 按照時間一路一路這樣排下來 你在哪個點 你現在在這個點上 你就是已經知道未來的果了 你就知道你在哪個地方 你已經知道未來的果的話 你自己的行為就會修身 你已經不要去嘗那個果了 我已經告訴你那是水風景 或者是告訴你那是胸瓜 你自己也知道 你還要再去做 那周圍呢 那你就變成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以不可得的經驗來換取 證明我是對的而已 所以你永遠無法證明我是對的 因為你不會發聲的 千萬不要嘗試 如果你要嘗試也無所謂啊 但是你們可能沒有第二次機會啊 好 這是我們在介紹掛時間 周圍要對掛的一種了解 好 一種心態 他有 掛在用的時候 我們還用到陽宅上面 陽宅上面 好 第一堂歌我簡單的 有跟周圍講一下 中國人呢 我們在 九宮八卦 這看起來好像俄羅斯方塊一樣 俄羅斯的方塊 我們以中宮為主 這裡是東 這是南 這是西 這是北 剛剛文王的後天八卦把它放進去 好 如果 這是後天八卦把它擺在中間 如果我們把人擺進去的時候 錢為天 為父 昆為地 為母 正為雷 為長男 這個迅為豐 為長女 黎為火 在義經上面叫做次女 也叫做中女 第二個女 對為澤 是少女 也就是所謂的三女 砍中年 砍卦呢 是中男 好 就是水卦 二兒子 也代表次男 也代表二子 根卦呢 根為三 代表少男 義經上寫的是少男 實際上就是什麼 三子 三兒子 我們在陽齋上面使用的時候 也是把八卦套進去 擺好位置 這個後天八卦擺在裡面的時候 決定在人怎麼進去住他 你住的時候 這叫做名位相等 名等於位 好 名字呢 爸爸住爸爸的位子 兒子住兒子位女兒住 女兒二女兒三女兒大阿 都位置住 這叫做名位相等 你說來老師 你不是爸爸媽媽要分房睡了 我還沒講嗎 馬上有這種想中問題 你未免夫妻太恩愛了 稍微等一下 所以我說這一點就看出來 上帝對老人 上帝意思是女人啊 不是男人 而且上帝是白人 不是中國人 我們中國老子重娘 五千年多辛苦 多辛苦啊 跟人語天真 美國一看地大窝窝 那麼開口 這上帝意思是白人 而且是女的 對女的特別好 上帝重男輕女啊 重女輕男啊 女孩子呢 這個位子可以住 那女孩子 太太從先生住 先生的位子 也可以 兩個位子可以住 那其他的位子呢 都是每一個 每一個 有一個人在 一般來說 我們呢 都是讓他各安其位 這是最正常的方法 那安其位的時候 要看時機 這個時機在動的時候 我們也跟得動 所以要便意 比如說 你是大兒子 你家有兩個兒子 大兒子赤子 那有一天大兒子結了婚 大兒子一結婚的話 大兒子的名字就叫什麼 叫丈夫啊 就不叫兒子啦 當年是長子 那二兒子叫補位 補成長子位 去東宮 好 你是大女兒 二女兒三女兒 那有一天大女兒結了婚 二女兒叫補大女兒位子 三女兒補二女兒位子 叫做易進去 因食而動 要便 然後二女兒再結婚 三女兒馬上補位進去 懂不懂為 這叫做 順 天 承運了 好 繼承他的運動 你們現在呢 成家以後 就是名存啊 食王 什麼叫名存食王 你們家裡面 名字上都有長就有去 就是名存嘛 名就是行嘛 食王 食就是神 懂不懂為 東南西北的方位 早又有一些名字上都有 所以每個家裡面都有這個順序 結果沒有神 東南西北位子亂墜了 就造成你們家裡面動亂不安 所以基本上動亂不安的時候 你要先自我反應 到底原因出哪兒 我常常跟客戶講 假設今天以前你解決發家的方法是對的 你已經解決了嗎 為什麼問題還那麼多 今天以後你換條路怎麼 好 我剛才給你機會了 假設你是對的 那你現在也給我機會 假設我是對的 那公平嘛 好 你沒有了解我 你在否定我 你這叫無知啊 早知道社會上無知的人很多 好 現在我們應該要定位 如果 你那你知道辦法 你應該住西北啊 結果你不小心 哪個 你東南西北也不看嘛 現在大家出來問他 東南西北在哪裡也不知道 從出去都知道 幼稚園就曉得啊 老子咱們唱歌的時候 太陽通通沒出來從西北下 大家都知道 長大就忘掉 長大也不知道 那天下課 又有人雨傘忘了蛋 小孩子他東西都不會忘了 我們大人東西都會忘了 所以我們沒有他聰明的 好 那 爸爸呢 住錯啊 東南西北搞不清楚啊 住到大兒子的位置 好 這個時候 變異就開始了 原來定位的時候沒有動 每個人的位置就是一個 一個掛而已 一位置一開始動的時候 就有了內掛 還有外掛 這個區分 一二三呢 這個叫做內 四五六搖呢 叫做外 所以異議經呢 加起來一個掛有六個搖 因為一個是外 一個是內 內呢 為本 外為位 舉例 本來你的名字叫爸爸 你就是爸爸前掛 你住到外面 你去住到雷的位置 好 去住到雷的位置 天 去住到雷的位置 異議經呢 就叫你天雷掛 能不能為 天住到雷的位置 叫天雷掛 如果天住到遜的位置 叫做天風掛 異議經的名詞呢 如果先不要了解 天雷是什麼 就叫做天風掛 如果天住到火的位置 就是天火掛 天住到地的位置 就是天地掛 天地合在一起的 那我們一個人 有八個位置可以住 換句話說八個人 有什麼 八八六四個掛 好 那你不同的人 不同的名字 住的位置 不一樣的 產生的掛 不一樣 代表他的想法 不一樣 代表他發生的事情 不一樣 我們利用陽才 地理位置 來把天命 來做假寫 同時間生的人 不同時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你住在不同的位置 想法不一樣 了解我意思嗎 如果算命 只是算命是對的 那同時間生的人 很多 那大家同時間生的人 同時間生的人 查查看他們的儲存 當時同時生的 看師父都是同時同時同心念 你想我不想 對不對 個人想法不一樣 對不對 一心八卦上六四個掛 統統可以找到答案 統統可以找到答案 這是兩代 好 所以我們後面陸續介紹各卦的時候 我在卦介紹的時候 天基道 人間道 還地脈道的時候 會跟諸位講 比如說我們講前衛天 前衛天卦的時候就是 內卦也是前 外卦也有一天 就是明知道爸爸 住爸爸的位置 他叫做天卦 那像是什麼 那個住在那裡人 會變成怎麼樣 那我講完以後 他如果天坐在媽媽的位置 變成天地卦 天地皮卦 皮曬不通 那皮卦是怎麼樣 我講給你聽 那你如果覺得 老師啊我很喜歡皮瓜 那你去皮啊 你要高興怎麼做是你的事 我們就是教你 告訴你哪個位置好壞 那決定全在你身上 所以呢 命是天注定的 運掌握在我們手上 所以算命它只是個工具 變化在我們身上 事先提醒我們 如何做操事在我 好 這是中國人 從古到京本來就有的東西 現代變動是迷信的 好 外面很多話 無理人之話這種 我跟周圍講 不要去用這些東西 好 沒有根據的 好 我不怕人家來 對我怎麼樣子 我只相信合理的 好 有沒有什麼疑問 這是掛 好 所以我們後面開始介紹 每個掛的變化的時候 好 可以斷一件事情 可以斷一個家 可以斷一個十年的大禦 通通在這六四個圖裡面 好 之後以後記六四個圖 不要去記詞 如果你們今天來跟我 我們把易經原文這樣翻譯一遍 你不用找我 好 你去讀書就好了 外面書面很多 那你就抱著船 你就站在船上面 然後我十年以後看到你 還是在馬路上扛著船 好累啊 還是一樣 然後你怎麼用 你不會用 還是不會用 學了易經後 我會把天下事情都很簡單 那平常呢 我跟客戶的時候 我們在算命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跟客戶去講這些掛 換 先生小姐 兩個來了 夫妻啊 你們兩個住主播房在西北角 我就想去住 我會不會跟你說 你們有六四個掛 每一個客人來我跟他講 沒六四個掛 沒那個精神 因此呢 本人就想出來這個方法 每次客人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讀過有沒有 禮記裡面叫做禮運 大東邊 他講運啊 命運的運嗎 他說人各安其位 各德其位 長育有序 這樣就會胸口六公 父子子要夫妻相親如賓 那你都讀過了 你就知道長育有序 你都知道了 你的家庭管理罪 那你怎麼沒有安其位 什麼叫各安其位 各德其位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就代表今天以前 你的老師沒有把你教好 老師教你果文也是讀到行 沒有讀到神 我就告訴你 什麼叫做各安其位 各德其位 話很會講啊 先生你當公務員 你就安心當公務員 這個話誰不會講 我提醒你去做呢 你要想去做才行 而且做得很愉快才行 那要用掛來解釋 不然現在社會上就是 道理人人會說 知行不合一 問題就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教育 今天教育的問題也是 重點也是在這裡 好 希望我們今天下堂課呢 我們會繼續跟四位 深入介紹異性的掛 好 那四位希望對諸位 好 對社會上有所幫助 好